修心念经 随缘为之 一个人要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当你承认了自己的缺点之后 实际上就是在擦洗自己身上的污垢 这样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本性 你的智慧才会出来 如果你经常怀疑人家 也是不好的 经常怀疑人家就是毛病 疑心生暗鬼 你不怀疑人家的时候 你心中坦荡 你就会顺着不怀疑的方向去做 那么对方就能接受你这个做法 如果你怀疑他了 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做 接下来人家就对你很不好 举个例子 你不怀疑这个人 你说 你今天帮我把东西买来了 多少钱啊 86块 如果你怀疑了他之后 他知道你怀疑他了 他不开心了 下次 你再叫他买 他就会说 没有了 卖完了 所以佛法里有一句话 你明明知道他在骗你 你也要让他骗 实际上就是一种慈悲不失 他在骗你 你心中明白 你可怜他 如果你有智慧 你让他去骗 但是 从思维上 要把这种骗 变成对他无上慈悲的爱 人最大的毛病就是 知道了对方在骗你 然后怒不可遏 要在烦恼中寻找摩尼珠 就是说 越是烦恼的时候 越要去找本性的东西 去找原始的东西 你就得到了烦恼及菩提 如何去找摩尼珠 真的是可以找的 一种是用意念找 另一种是修为的找 修为就是念经 做善事 做功德 你们看见过一个火球吗 一个亮光光的东西 人拥有这个火球 实际上 这个就是摩尼珠 就是人的 一颗亮晶晶 闪光的东西 这个光会飘来飘去的 人走的时候 这个光就出去了 这团光就是本性啊 是灵性啊 你想象一下 我的摩尼珠是干净的 想象一下 像太阳一样 干干净净 一圈一圈 白光 金光 闪闪 那这颗珠 就被你找到了 摩尼珠可以全身泡 很厉害的东西 它可以处理你的身体 一旦处理你身体 你的呼吸都在 但是 你就是一个神经病 傻瓜 植物人了 这团光 这团光就叫摩尼珠 最原始的 它一定是亮的 一个人再坏 它也有一颗摩尼珠 这颗摩尼珠光不亮 而且很小 快要下地狱的人 摩尼珠可能就这么一点点光 就像一个手电筒 到了最后 电不足时的那种光 你善良的事情 做得越多 你的摩尼珠 就像探照灯那么亮 如果你坏事做得太多 你的摩尼珠 就像没有电的手电筒一样 人家看得起 看不起你们 看你们身上 有没有摩尼珠 实际上 就是看你们的 那种气场啊 烦恼即菩提 有了智慧 就没有烦恼 有了烦恼 就没有智慧 当你有了烦恼之后 你把它转化为菩提 实际上 就是去掉烦恼 剩下的 就是智慧了 佛友最喜欢的就是 师父用白话讲佛法 因为现在很多人 把佛法讲得太深奥 没人能理解 讲佛法 一定要把它化成 人间法 化成宇宙法 用这种法 来促使我们 找回原来的本性 找到自己的母亲 如果当你看到 观世音菩萨 自己会流泪 还不是 真正找到母亲 真正原始的母亲 就是我们说的 大日如来菩萨 一个具有高超性格的人 他能主宰整个宇宙 并能让你能成为自己的主宰 有一句话叫 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你具有什么样的性格 你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如果你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不卖账 比如很多人 在过去的运动中 就被打死了 性格不好的人 就会离婚 有一位听众 一会儿相信 一会儿不相信 这么转来转去 把他的命送掉了 性格好的人 就容易成功 性格不好的人 就不能成功 看看你的一生吧 如果你没有成功 你可以反过来看 就是因为 你身上有很多 不好的性格 当一个人成功了 实际上 是因为他有很多 好的性格 你们现在成功了 已成为观世音菩萨的佛子 这么有福气 说明你们已经 有好的性格在里面 如果你没有办法 成就一个 你所认为伟大的事情 请你用伟大的方法 去做微小的事情 最后 你就能做成一个 伟大的事情 师父每次给你们 讲课的时候 脑子里会涌现出 你们每个人好的 不好的毛病 为什么今天 要给你们讲这一篇 今天讲的 就是把一切放下 要有真修为 假的 真不了 真的 假不了 其实 菩萨 菩萨经常点化我们 是我们不接受 一个法门传下来之后 一定有法洗在里面 要用自己 已学到的佛学知识 来验证 后面到来的法门 举个例子 一包香菩 进来了 你已经知道 价格是多少了 本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的 犹如你现在 闻到师父的法门了 现在 跟着师父 再修了 当你修到一半的时候 人家跟你说 有一个法门很好 你再去看看 那个时候 你要用师父的法门 学到的佛理 去验证那个法门 比如说 我们从来 没有卖过香菇 也不知道 多少克 多少钱 也不知道 什么品种 什么地方来的 当你已经 有了这个香菇了 你已经对它了解了 当你听人说 有一包新的香菇 很好的 你就拿你现在 知道的 这个香菇的价格 重量 来验证以后 进来的香菇 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是好的 还是坏的 验证法门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佛门之中 没有取舍 修心念佛 随缘为之 绝对者 非真非忘 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说 绝对是这样的 实际上 这句话 已经错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 这个词 没有绝对的 因为任何事情 都不是绝对的 你说这个事情 肯定的 绝对的 你已经犯错误了 绝对是 没一没二 是非真 非忘 就是说 绝对的东西 绝对不是真的 非忘 就是不对 就是不对人间 任何事情 抱有幻想 但你现实生活中的 这个空间 又是由 妄念的分子 铸造而成的 所以 非忘 就是不要去妄想 妄念其实 纯粹是 原荣 只真实 像也 如果你认为 绝对 非真 非忘 你如果把它 看成一个 原灵的 绝对 那只有一个东西 是真正 绝对的 就是 原荣 后 只真 像也 就是说 如果你把人间的 东西 看成 绝对 那你 绝对是 错了 因为它 不是真相 但是 如果你把这个绝对 看成是 自己的本性 那你就拥有 圆荣之相 一个人 稳不住 就是修得不好 戒 是要花很大的力量的 戒 是一种什么力量啊 是戒用上天 给你的 一种特殊的力量 实际上 就是一种神力 来克制自己 来戒掉 自己身上的毛病 师父给你们 讲每堂课 讲到最后 就是要让你们悟 让你们的本性来悟 一种神的重力量 你会把这个老人的 拥有 就是我们的 人的 我 听到 自己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